前段时间贾静雯好吃成双,不仅凭借着瀑布入围金马奖,与林嘉欣等人争夺影后,还迎来47岁生日。 生日那天,贾静雯和修杰凯邀请了娱乐圈的好朋友庆祝,一群人在饭桌上有说有笑,画面十分美好。 当入围名单公布,贾静雯感慨,心跳加速,很荣幸能入围。 他的成长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幸福圆满的背后却是贾静雯经历坎坷的生活。 他的前半生混沌不堪,充斥着谣言、公鸡和离别,犹如跌入泥泞满身污秽,干爹、男友、前夫。 贾静雯小三上位的激荡情史,真的在时间的滚滚洪流中成为了过去世吗? 1974年,贾静雯出生于台北一个富足的家庭,不过尽管贾静雯从小就长得可爱漂亮, 但一开始,他并没有计划想要走进娱乐圈的路子。 直到昨初三那年,贾静雯在逛街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星探,对方热情邀请他去拍摄广告。 就这样,贾静雯拍摄了《爱之味妞妞甜八宝广告》而进入演艺圈。 1993年,19岁的贾静雯随父亲回内地发展,他先是进入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之后又通过考试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按理说贾静雯本应在北京闯出一番名声,然而贾静雯才刚入学不久,贾爸就经商失败宣告破产,加上身体又检查出患有癌症。 就这样,贾静雯无奈辍学,与父母带着两个弟弟又搬回了台北。 回到台北没多久,贾爸爸还是没能承受住病痛的侵袭,丢下年幼的儿女们撒手人寰。 为了还债,贾静雯开始大批量地接通告,除了影视剧之外,他还去儿童频道客串过主持人。 1997年,贾静雯凭借电视剧《四千金》拿下了金钟奖的最佳新人奖。 在展露头角的同时,他也逐渐还清了家里的负债。 而这一年,对于贾静雯来说是个转折点。 除了以上提到的内容外,他还在拍摄电视剧《法医奇爱》时,认识了同剧男演员黄建群。 两人的年纪虽然差了11岁,但由于长时间拍戏,很快就日久生情,看对了眼。 无论是戏里戏外,都打得异常火热。 但彼时的黄建群不仅早已有了家世,而且他的妻子王柏瑜正怀有身孕。 刚开始,黄建群老婆也没信外界的风言风语,但看到丈夫越来越不对劲的样子, 他也留了一个心眼。 有一次黄建群出门,他悄悄跟在身后,王柏瑜就拖着重重的身子使用钉梢的战术。 开着车跟着黄建群来到了饭店门口,看到了二人在车里举止亲密, 还有说有笑的走进了饭店。 气愤至极的王柏瑜不仅给了老公一耳光,还在第二天早产了, 后续还直接对媒体公开了此事。 这件事后,黄建群就跟老婆离了婚, 他也迫于压力承认了自己道德缺失。 而当年与黄建群的绯闻闹出后, 插足的贾经文从头到尾就没有承认过。 后续,贾经文的态度更是惹得黄建群再次站出来控诉, 他自曝因为这件事而离婚, 结果贾经文在私底下去劈腿了马景涛。 当时的贾经文在《明天有你的》的剧组偶遇了马景涛, 虽然二人差了12岁,但丝毫并不影响二人的绯闻, 毕竟人家不仅有流量,还长着一张帅气的脸。 可惜,帅中不足的就是马景涛早已有家人陪伴, 这位家人就是内地女星余丽,包今天中的鸣鸡血。 她与马景涛也是在这部戏中定情。 在马景涛与贾经文、绯闻买天飞的时候, 余丽正在筹备与马景涛的婚礼。 当绯闻登上娱乐版的头条之后, 身为豪爽的东北人的余丽这怎么能忍, 直接怒踹渣男,但也给她留了三分薄面, 这也让台媒抓住了正点。 一本本的杂志都在指责贾经文的小三身份, 但最为可笑的是马景涛在被踹之后又后悔了, 还两度为余丽自杀。 贾经文再次全身而退, 此后的很多八卦版本中, 都说贾经文当年是在台湾混不下去了, 才辗转到了内地,这点其实不然。 据资料,当年《飞龙在天》刚一开播就创下了收拾记录, 整整248集,收官后也夺下了收拾年冠。 另外,再加上前一年的小李飞刀才刚刚大获成功, 因此当年的贾经文即使绯闻缠身, 但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影响微乎其微, 至于贾经文为何会来到内地发展呢? 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在当时认识了圈内大佬吴敦。 吴敦这个人来头不小, 他曾是台湾竹联邦的总护法, 绰号鬼剑筹, 上世纪70年代便已经发家, 后来犯事关了6年, 出狱后便开始从事电影事业。 传闻吴敦初次见到贾经文的时候便对他放话说, 你好好工作, 到明年这时候包你赚到5000万。 所以贾经文就这样跟着吴敦去了内地。 当然, 不管两人当时进行了怎样的深入沟通, 至少在外界来看, 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毕竟从大汉天子到以天屠龙记, 从至尊鸿岩再到后来的沈一侠吕不宜天子等剧, 吴敦投资的这些剧集中, 贾经文每次都是雷打不动的女主角。 何况当时外界还有传, 吴敦送了贾经文一栋价值5000万的房子, 这自然而然就传出了包养的绯闻。 当时的吴敦竟然还主动提议收贾经文当干女儿, 并对外澄清两人只是妇女, 用这种离奇的回答堵住了悠悠之口。 尤其是之后交往怀孕公主扮演者郑嘉瑜的时候, 吴敦为了追求对方还不惜搬出好友来发誓, 我连他的小指头都没有摸过, 跟他在一起的是我兄弟周印刚, 是他托我照顾他的。 可打脸来得实在太快了, 听闻此时的兄弟直接回复两个字荒唐, 果然兄弟不如干女儿来得可靠。 贾经文和干爹吴敦的流言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这会儿贾经文已经开始传了新的绯闻, 这次贾经文怀孕了。 怀孕这事确实跟吴敦没有半毛钱关系, 真正的男主角是来自上海的富二代孙志浩。 可惜孙志浩也算不上什么良人, 刚跟贾经文在一起的时候, 外界就传他苦追林心如魏国, 之后才转而瞄准了贾经文。 孙志浩也一直是个夜店咖, 甚至在贾经文生产前一天, 还被抓包约回嫩魔, 气得贾经文早产, 并被黄建群前妻讽刺是限迟暴。 之后, 蔚未来婆婆听闻贾经文的各种绯闻后, 也是闹了贾经文跟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 这样一来一去, 导致贾经文跟孙志浩结婚时都已经是生下孩子半年后了。 至于贾经文和孙志浩的结局, 大家也都知道, 两人的婚姻仅维持了短短四年, 就爆发了离婚大战。 说到贾经文离婚,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他就是黄磊。 早在2004年的时候, 贾经文本要接演夜半歌声与黄磊合作, 但那时他正好怀了孕, 包括孙志浩家也直接给了他500万的酬劳。 无奈之下贾经文辞演, 但这件事最终只是一个伏笔。 至2006年3月, 贾经文再次接到了黄磊的邀请, 前往内地拍摄电视剧《悲伤时》唱首歌。 彼时贾经文已经休息了接近一年, 他正苦恼没有收入来还贷款, 加上又是自己想要合作的黄磊, 于是这次他说什么都要结下了这部戏。 但最后谁也没有想到, 在这次合作后, 有大量亲密戏的二人直接传出了假戏真作的绯闻, 尤其是贾经文老公孙志浩为此不仅疯狂吃醋, 后续夫妻俩还爆发了剧烈的争吵。 尽管黄磊一直清清白白, 深圳不怕影子鞋, 但贾经文的处境却不太好。 父辈受敌的贾经文很快就跟孙志浩之间的隔阂升级。 有一次贾经文跟一群闺蜜吃饭, 因为最久没有接到孙志浩的电话, 让其大为发火。 从那以后, 不仅要孙志浩坚定认为贾经文有问题, 他甚至还要求贾经文写悔过书, 并向孙家下跪认错。 为了婚姻和女儿, 贾经文无奈造作了, 但作为一名众星捧月的女神, 贾经文内心又怎会甘于平静? 紧接着, 贾经文做了一个上头的行为, 他于深夜主动给黄磊发了一条暧昧短信, 最近好吗? 很想你哦。 贾经文本意只是为了弃经常检查他手机的孙志浩, 但没成想, 孙志浩不仅就此事大发雷霆, 甚至还对他出现了家庭暴力的行为。 也随着夫妻俩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2009年, 孙志浩带女儿前往美国, 长时间联系不到女儿的贾经文召开发布会, 离婚大战就此打响。 贾经文与孙志浩离婚, 在当时已经是没有悬念的, 但两人就女儿的抚养权意识一直争执不下, 在此期间贾经文干击吴敦多次出声发明, 包括鬼过书以及孙志浩的家暴等行为都是尤其曝光, 但孙家显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见舆论导向贾经文方, 孙志浩舅舅刘正忠马上跳出来发出声明, 直直贾经文当年在南京与黄磊拍戏的时候, 发生了不堪的故事。 其实事态发展到了这一步, 外人都明显感觉到贾经文和孙志浩已经开始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了, 但要说最倒霉的还是黄磊了, 本来当年就莫名其妙的陷入绯闻, 接到贾经文短信也被闹了一次, 结果两人结婚又扯到自己。 对此,黄磊自然没半点好脸色, 接受采访时直接录视贾经文和孙志浩两人脑子有问题。 2014年10月, 贾经文被拍到与小九岁的男星修杰凯一起六国散布的画面, 面情被曝光,随后两人通过微博承认了这段姐弟恋。 说来也有趣, 当年贾经文未婚先孕嫁给了孙志浩, 然而他与修杰凯这段恋情, 竟也是未婚先孕后才走入了婚姻的围栏。 2018年12月25号, 巴厘岛, 贾经文在大女儿吴童妹, 以及两人所生的布布波妞的见证下, 与修杰凯举行了这场迟到了三年的婚礼。 更重要的是, 婚后的贾经文也好像重新找到了人生目标。 2019年, 贾经文带着作品《我们与恶的距离》, 重回大众事业, 更因此成就了演艺生涯第一座金钟事后。 而贾经文主演的电影《瀑布》在大荧幕, 也奉献了精彩的演出。 相较以前, 他的戏路反而更加开阔了, 更别说看到贾经文移家的合影时, 或许也有人会惊讶, 这真是那个曾经波折无数的贾经文吗? 回顾贾经文的漫漫人生, 他的过往既浪漫又疯狂, 因为父亲的过早离世, 贾经文的性格变得敏感异动。 他也说过, 曾经的自己只要一个男人稍微对他好点, 可能就一头栽了进去。 可即便他已经一次又一次的爱错了人, 却仍然坚持的追求真爱, 也是真浪漫。 两多未婚先孕把自己的未来全数压在了男人身上, 这又比绝大多数人更加疯狂。 或许贾经文的经历并不可取, 也毫无赞扬之处, 但这些事发生在他身上, 却也偏偏不至于致命。 毕竟谁叫他是贾经文?